春假刚刚过去,加拿大春分昨天正式来临 不过,据环境部的预测,明天开始将迎来一场18厘米的大雪 大雪将持续到周四,为多伦多的复活节添上一层白色的节日气氛 今天多伦多的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 下午还出现了短暂的降雪,已经完全没有前一段时间春天般的温暖 加拿大环境部的专家Melody Yang介绍说 明天多伦多将会迎来降雪 而且未来一周的体感温度将会徘徊在零下6度到4度之间 明天上午就开始呢,从西到东呢 就影响整个那也是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,我们叫STAR 现在看来呢,这个是比较一个强的一个系统 环境部介绍说,多伦多本周的天气将以雨雪为主 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天气放晴之外 其他每天都会下雨或下雪 周四的总降雪量将会达到10到15厘米 加上明天的1到3厘米降雪 这周的总降雪量将会高达18厘米 周四的风速会加大到40公里 人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这个动雨和雪这个电力呢,对人们的生活,日常生活可能比较影响大 尤其是像这个交通啊,动雨啊,到那个比较滑呀 还有影响那个可能附地可能会造成一些电线呀,什么锻炼呀 可能有些家里可能会就是电力,失去电力 以上是加拿大国际电视